好的 主播後面中可以看到黑煙飄散 布滿整個天空 屏東縣恆春鎮水泉十八公墓附近 二十六號中午發生雜草火警 屏東消防局出動滅火 其中一名三十八歲的 消信消防員前往支援 卻不慎被水箱車壓傷 傷勢嚴重 消防隊到場救援時 因為洛杉瘋不斷吹息 現場火勢擴大有多處火點 消信消防員為了挪動車輛 鋪滅火勢 開著小型的水箱車 停放在斜坡上 拉起手煞車 不料就在他下車放置輪檔時 車輛突然向前滑動 他來不及閃避 遭到車輛壓傷 當場腎臟破裂 內臟撕裂傷 肋骨和左手都有骨折的狀況 由現場民眾趕緊開休旅車 先送往恆春旅遊醫院治療 而他除了臟氣受損之外 還有血凶和氣凶的情形 趕緊轉送到訪療醫院急救 傍晚六點多一度恢復心跳 強救到晚上九點多 家屬同意不再急救 維持生命徵向返家 以上是來自屏東的詳細情形 並把鏡頭成為的捧捏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